你坐不了 你别坐啊 没关系 我们走 像他这种重度晕车患者 绝对是坐一次吐一次 吐一次可是发200 离谱到什么程度 看到这种图就想吐 真的 是什么车 都不如那种四面透风的小电驴 网上那么多的晕车小技巧 前前后后我其实陪他都试过 这三个效果贼好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爱腾尼 那个爱晕车的朋友来看 第一 把姜片贴在手掌纹的这个地方 大概有两指宽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有效到什么程度 他现在几乎每个口袋里 都能掏出一袋浆 第二就是坐车前 先灌一杯 加了醋的温开水 调理好卫生之后 我们到了车上 就开始算什么东西 比如说像我车上 常备的这种化眉 真的 你在车上怎么不滴都没事 第三就是把这种风油镜 先滴到窗口贴上 然后再贴到我们的脚踝 笔涂在太阳穴上 上次他就是用了这个方法 在长途大巴上 撑了整整七小时 其实我们晕的不是车 而是运动 容易晕车的你 其实就是你的内耳前厅功能障碍 导致你的脑子出现的错觉 所以说晕车是没有办法完全跟车的 只能靠我们自己环节 上面我说的这几个方法 赶紧保存收藏下 如果你凭什么晕车 晕地铁晕船的什么都可以